美丽富饶的离乡来洋 海陆一榜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 历代为兵家重镇 有18家群组姓名之说的螳螂群 就起源于来洋 经过400多年历代传人的创新发展 目前螳螂群已成为我国著名的 传统武术十大流派之一 成为最能体现来洋 乃至交通整个半岛传统体育竞技风貌 和特点的文化解禁 2008年 螳螂群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电影《少林寺》的播出 曾使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热情空前高涨 一时间万人空向睁看少林武功 在电影《少林寺》中有这样的一段影像 一段是绝远偷看少林武僧练功时 被师父演练的一种变化莫测 勇猛快速的拳法所吸引 还有一段就是天中结尾时 师父也是用这种拳法打败了敌将王仁泽 这种变化莫测 勇猛快速的拳法 就是江湖上人称绿首的螳螂群 螳螂群相传为明末清初焦东人王狼所创 由于他不留踪迹 即使后人附会出许多故事 其中多说他受螳螂捕蝉的启发而创全 这仅仅是演绎推测而已 在螳螂门古老拳谱史悠有中记载为 西者王老师作为分身八肘 乱鸡 密手 但论虚实刚柔 奇妙无敌 在螳螂拳谱十八家拳组姓名中提到 王朗的螳螂总敌 也就是说在道光年间 所知道的螳螂拳组师就是王朗 亡朗之后 螳螂门主要在蓝阳一带传承 蓝阳宪制作为权威的历史资料 其中与螳螂群相关的记载如下 西螳螂树先是小赤山李炳霄 乾隆时随赴游南中 有大道某甲与狱中危急 以昏不知人 这是首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螳螂群传承 亡郎之后 螳螂群有史可查 有朴可考的守卫传人 便是蓝阳小赤山李炳霄 蓝阳民国时期的建制在 大赤山赵珠 齐高地子也 这个齐就是指的李炳霄 赵珠传梁梦香 梁梦香就是梁学香 梦香传花龙 花龙就是指的江化龙 花龙传赵个庄宋耀昆 宋耀昆就是唐朗权第五代传人宋子德 宋子德一生受徒极朵 然能成其衣钵者 仅有明镇武林的三山 三山交代一下 就是来阳第六代的传人 宇坤山 王玉山 崔寿山 明镇武林的三山 两庭一号 汤朗权从来阳传出后 逐渐形成交动的 像太极螳螂 梅花螳螂 七星螳螂 六合螳螂 俗称三只四派的螳螂拳法 其螳螂拳去现世小七色李冰孝 浅龙寺说服 陈游南总 游大刀猫甲 在于宋德为之 当时李冰孝 在于宋德 被他陪李冰孝 设好以后 他以后 就是 隔了苏语 他当时越运 走了 苏语后 回来包达李冰孝 将胖狼穿法 穿越李冰孝 以后在那来 整个传播之内 相传螳螂拳为王狼曲螳螂捕蝉之动静神态而创 那螳螂捕蝉的简单动作 怎如这丰富的拳技拳法相比拟呢 春秋战国时候 齐庄公出巡 有一只大螳螂怒运双刀利弊挡车 庄公问 此从何故 车夫说 此虫只知尽而不知退 不知其死到临头 齐庄公听后竟走下车来 将螳螂溢入草丛之中 然后上车而去 还有何种昆虫 能像螳螂这样 临危不惧 不躲不逃 而奋起反抗呢 著名的来阳三山之一 王玉山的女儿 今年七十三岁的王元芳老人告诉我们 他练了一辈子螳螂拳 也一辈子没有得过病 他最喜欢的就是拳法的快速多变和勇往直前 他说这以人生一样 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与坎坷 也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人生的哲理 是他在螳螂群中得到了起悟 你看 他已是七十岁高龄的人了 那皎洁的手脚 不仍可使我们透视到权法赋予人体的魂魄吗 难怪齐国的庄太公 在他著名的军事著作《六套》中 推崇螳螂武士 只有汲取了螳螂的勇士精神 才有百战不代的胜利之师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不正需要这样一种奋勇无惧 勇往直前的精神吗 汤浪圈 他本身就表现了武术的一种精神 他包含了武术的 所有的武术这个总体的一种精神 他这种精神就是以 分拥向前的一种精神 汤浪本身就是具备这种精神 不掩摆 勇不掩摆 实际上咱们也有那种文化术语 对汤浪是一种贬的那个意思 汤浪挡臂 挡臂挡致 就是他这种精神 你欢迎一种就不怕死的精神 从汤浪圈里面能够表现出 再一个汤浪圈表现了一种 极高的灵活性 刚又想极阴阳想喝的一种和谐精神 在武术上也是要强调这种精神 从心法上 从受缘心法部 一种高度的协调 现在就强调这个和谐 和谐就是一种平衡 强调人的社会要平衡 人与其他的大自然当中的 这个气候也好 生命也好 都要保持一种和谐 在汤浪圈里面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从工坊 汤浪圈的工坊 汉衣 比有些圈种更突出一些 这个虽然他有汤浪圈 汤浪的星体 但他星体 每一个星体都包含了 共和房的这种战术 有的是战略这种精神 所以他体现了中国的一种文化精神 而不只是这么一种 一个圈种 这个圈种就是他的一个地位 他从中就体现了整个中国一种文化精神 也体现了整个中国的一个武术精神 螳螂圈以周易中的太极阴阳说为指导 拳法中贯穿阴阳虚实刚柔的理论 是螳螂圈具有螳螂肢体 太极手 寒积部的基本特征 拳法讲究刚柔相继 手法灵活多变 招式连贯见长 出手以虎与圆结合 每个招式 每个动作都有鲜明的积极攻防含义 实战威力极强 同时 由于他在席练上 对身体某些部位和器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因此 螳螂拳又是很好的一项锻炼身体 去病延年的体育运动项目 这排打功就是螳螂拳的行弓气弓之意 经过排打之后 不但可以强壮身体 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还可以疏通经络 治病健身 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 气功的功法 不仅抗击打能力 而且主要是根据人体的经络 还有周期的循环 起到一个健身防病治病的作用 当时主要是我的心体不好 因为我这个小时候生病 也差点就是死了 我父亲怕我夭折了 所以就下决心送到老师那去 学几个月 锻炼锻炼身体 这这么一个想法 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我从小得了胃病 八九岁那个时候 得了绩续胃炎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来月 一个月 这一个月管什么不吃 就喝打蜜糖 当时由于条件 也不好 这个生活条件也没变上 所以这个病治的也不彻底 也没完全治好 当时我的眼睛看了 我的身体这么不好 就说你给我练功吧 练练功 身体一定会好起来 我是24岁年 就是说1952年年初 因为这个严重的这个卫兵 捷磨的眼睛就不行了 这个 木鸣 想起老师来去 虚无 击兵 每天早起4点半 起床向老师来就开始炸药 炸药就拍供 所以说我这个 卫兵 不吃我 他就好了 这就是这么些年 我根据老师教育 我那个三回牛转 提供 连供的方法 单来兴起 我这严重构黑牙 我这构黑牙 中的时候都二波三一波三 这么一击到现在 始终 变起这 比较净强的方法 可别少看这简单的启示 这其中蕴含着气的功用 深吸一口 咽气下蹲 使气入肺腑 通贯全身 还可以避免肌肉的拉伤与扭伤 古书谱中这个动作叫帮肘 你看与划船行讲的动作多么近似 这个动作叫斜身相级 你看这与摇鲁使船的动作多么相近 你能说螳螂拳不是取之于生活实践吗 能说这与蔚蓝的大海没有渊源吗 能说创立一支权不是对民族文化的一个贡献吗 他郎权在武术这个范畴里面是一个非常突出 也非常民族化的一个项目 用尽方法丰富 就是说 他就我了解 我对武术了解 他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门牌 所有武术里面所有的器械也好 在用尽的方法 他是最丰富的一个圈奏 你比方说宁腰 宁腰筋 折腰筋 养腹腰签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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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包含里面在动作表现的时候 他可以全包含里面 所以他出来的形体啊 这个变化就很丰富了 从事战来讲也比较 就是说比较深刻 从这个艺术 从武的艺术来讲也非常美观 表现了很美的一种艺术 他是在来一样话说起来 就是一堵路一刺 是不是一堵路一刺 打的时候他受不担心 一发就是结果祝货 就叭叭叭叭叭叭叭 就好像冲锋墙一样 我这一锁子子弹不达弯了 我这一锁子子弹打上也好 打不上也好 我都必须要把它发出去 这个唐灵圈也是 他的机器特点 就一栋就现在来说就是一个 slower 它不是一瞎子 哒一瞎子 哒一瞎子 它一动 哒哒哒哒 哒 它一动就只目瞎子 一动就目瞎子 在地下子 我哪下子打上你都行 我全打上你更好 你反正在地下子 总有打上你 总有打上你 在唐龙泉的积极方 积极的 他的特点就是 你走我也打你 你不走我也打你 我练走得打 练走得打 带一个速度快 比较密集 比较密集 在太极唐龙 他带有点太极味道 你太极 他这种两个太极兔 他整个的就是一个圆圈 阴中带阴阴阴中带阳 也刚阳结合 唐龙的动作 他看着蚊子苍阳的什么的 他啪一下就倒过来了 他出手很快 他叫你那个什么 就就和山殿一样 就和大类一样 通一下子 你看不见 他就得到手了 所以他非常的 这个极大非常的快 吃手也非常的快 并且很尊 我看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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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螳螂手摘要365手 八轴的八八六十四肘 讲究阴阳 刚柔 进退 虚实 太极螳螂拳手法多 进路棋 其七长八短进路与众不同 讲究的硬进为基础的胡伦进 足有传权不传进之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梅花螳螂拳 拳发紧凑 刚柔并级长短兼备 身法密联而巧妙 发力快速准确 是一门既勇猛顽强战斗精神 又有优美艺术性的精妙拳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星螳螂拳手法简洁 朴实无华 注重实战 强调招之计打 打之计招 连招带打 攻势凌厉 有迅雷不羁 掩耳知识 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拳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合螳螂拳》是继太极梅花 七星螳螂拳之后 吸取几家拳术之长 以内外三合为精髓 以蝉丝旋转为灵魂 以三锤为母锤 而派生出一种独特风格的螳螂拳法 它多以基部大元式为重要步行 进退连环 虚中有时 时中有虚 变化极为灵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阳县志记载 螳螂拳在最初史是不分什么留害的 就叫螳螂拳 这一点至少在清道光年间 梁学香是这样的 至清末民初江化龙 宋子德 来阳三山这个年代 螳螂拳在焦东得到空前繁荣 阴台太极螳螂史话描述了当时盛况 螳螂拳在江化龙 宋子德时代呈现出一种蓬勃繁荣的景象 教授螳螂拳的国术馆遍布整个焦东和焦东以外的地区 不但太极螳螂拳声明越来越响 诸多银声拳种也流传的越来越广 其声势远远超过了其他拳种 一跃成为焦东第一拳 在此期间 来阳的江化龙 宋子德 崔寿山 王玉山先生 先后到焰台青岛传授敌派唐狼拳 以致唐狼拳的席练者越来越多 各门派参以就学 将唐狼拳与其他流派记忆融合 逐渐形成焦东唐狼门主要三支四派的唐狼拳体系 说起这个躺狼拳一下子又分这个 又是七行六贺 又是又是什么 就也跟我讲啊 也实际都是从来这个躺狼拳烟变而来的 也就是像按我的理解啊 也就像那个霍远家 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 创了一个逆种拳吗 他要是根据这个创 他自己又延变一下 所以来这么个名乡 这么个名乡来的 这么来的 他们都是在唐狼拳领生时期 由别的圈套带衣血兔 来摆唐狼拳这些老权为四 一成以后 他们就改进了什么六合汤了 其实像六合汤 厌台斯的四大六排 台籍没法七姓六合 这个六合汤了 他以前就是六合汤 以后呢 到次这个维瑟尔一次来要修一件供应 他以后去拜招数 拜招数维瑟尔他就以后去补教六合汤了 叫六合汤了 唐狼拳请愿于命莫清除 由网浪水错 唐狼拳整个历代 大四门的 串情与发展 以形成现在的四大六排体系 以来样三藩位代表的 太极唐狼拳体系 以林津三位代表的七层唐狼拳体系 这一天就会有什么东西 也有什么东西 就会有什么东西 以来就会有什么东西 你会有什么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